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参加了创业家杂志举办的黑马运动会 然后当时有几千的这种创业者 然后我们在一起做活动 包括做运动会 然后在一起交流 让我感受特别特别多 因为看到他们真的是身上都能 都能去散发出那种创业者这种激情 但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那种 内心的这种痛苦跟煎熬 其实感受蛮多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去聊聊 创业这方面的这些事 好 第一个 第一个我想聊什么呢 第一个我想聊创业者的初心 就很多人做事 其实你肯定是有为什么 包括我们做舞蹈工作室 我们去做 我们自己去创业的时候 肯定是有我们自己最早的这么一个理由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 自己的这种出发的这种理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走得太久 可能我们就会忘了出发的理由 所以我们应该要时不时去问一下 我们当时最初的这种想法是为了什么 然后去创业去做工作室 很多人可能他是因为 我不想工作 我就想当老板 或者是我觉得创业是一件很牛叉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去创业 或者是有种种这么多的这种理由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 真正是创业的人 或者是以后真的是想要成功的人 包括我先出那么多之后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几点 我觉得是共通的 第一点 就是他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这种热爱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跟他们去再聊天的时候 可能聊到其他他可能都还好 但是聊到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或他自己这个领域的这些事的时候 他身上真的是会发光 他可以滔滔不绝 他可以一直一直跟你去讲去聊 特别特别的这种热情 还有激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创业者 初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次的话 我觉得你做这个东西 你首先有热爱 第二点 我觉得你还需要有你做这个事情 你是想能帮助更多的这种 更多的人 而不单单只是说 我只想到我自己这一块 你对这个东西很热爱 并且你想让他通过他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有这两点的 这种初心的话 我就觉得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因为只有这样 你在后边遇到更多困难的情况下 你可能才可以去坚持下来 所以这是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创业者的初心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也可以现在静下心来 你还记得你们的初心是什么 思考一下 好 第二点 我想跟大家聊聊创业者的心态 因为刚刚也有聊到 就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创业者 好像就是老板 就可以支手这天 你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好像都是特别风惯的这么一面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正成为创业者之后 你就知道 其实创业者真的是很苦逼的 你没有看到他们天天晚上在加班 没有看到他们为了发员工的工资 然后到处去借钱 或者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 包括家里的钱 可能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你没有看到他真的是为了 能争取更多的一个客户 然后完了之后放弃自己的面子跟身价 然后跟人家去想要去签这个单 所以创业者真的是很苦很苦一件事 这个过程 但是说很多人可能在没创业之前 他就觉得好像创业者 就是特别特别风惯的这一面 我觉得这一点 只有我们自己真正的创业者 才知道真正创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也是非常非常苦的这么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创业者他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是什么 他一定是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所有的这种苦难或者是经验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这样的心态 你觉得都是值得的 因为你知道这所有的事情 在对于未来 你再去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很坦然地去看 那就是我的一个过程 那只是我奋斗一个 我觉得理所应当的这么一个状态 并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多苦 所以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业者应有的心态 第三点 我觉得创业者一定是一群不甘于平庸的人 因为我们去想一下 但是我们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或者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们有同样的这种梦想 或者是理想 可能我们也一起开始去追求 但是一直直到现在 你再回过头去看一下身边的这些人 可能真正剩下创业的 可能就只剩下你自己了 你可能真的是会孤独的 可能在业里真的是自己 这种苦难自己自己去掉眼泪 你就觉得好像人家真的是 结婚生子 然后买车买房 然后过着好像正常的生活 然后你是还很苦逼地在坚持自己的梦想 有时候可能会想放弃 但是摇摇牙 第二天洗八脸又坚强地去上班了 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了 所以创业者我觉得是不甘平庸 也是非常孤独的这么一群人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好 如果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我今年马上32岁 我觉得我在我自己这个年纪 我还有很好的这种梦想 而且从以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并且我身边有一群非常好的这种 且靠谱的这种小伙伴 我们一起在做事情 我们一起在创业 所以在这点上面来讲 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你呢 第四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创业的成功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他们可能做过一个统计 在三年之内可能50%以上的这种创业公司 基本上就没了 五年之后 可能90%以上的这种创业公司 也全部都倒了 真正剩下来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这种创业公司而已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去创业 这个失败几率太大了 那我肯定会失败 我觉得我是这么去看 你失败可能如果说你公司倒了 其实也是你公司的这种失败 但是你个人的话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激烈了自己的经验 磨练了自己 增加了自己的这种能力 也增加了自己的这种资源 然后以后你还可以再去创业 或者再去做更多的这种事情 因为人怎么去定义 他的成功或者失败 我觉得只有真正到你死的那一块 你的答卷才交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去在意 暂时的这种失败 或者这种暂时的这种成功 我们把它看得淡一点 因为我们人生一辈子下来 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是成功 到底是失败 并且这种成功的这种价值观 怎么去定义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 真的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冲吧 我们一起创业 第五点 创业者非常重要一点 我觉得是他的这种 对形式的这种判断 或者是他的格局观 因为我是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因为在以前 我是只会是想把我自己的事情 做好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只要我把自己的事情 去做好了 我肯定就能成功 但是从后边的情况来看 包括我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话 我会更关注我 整体的这个趋势 包括整个国家的趋势 包括整个世界的趋势 然后这是大事 然后再来看我们自己 现在这个行业的这种趋势 这个可能是中事 然后再看我自己 个人的一些情况 这个可能是小事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 都每一个时代的这种滥潮 你一定得分清楚形式 因为我们只有 只有顺势而为 我们才能顺水行舟 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我们才可以去做得更大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在之前 头几期的时候 朋友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想要更直接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们讲的一些内容 大家会觉得有点虚 但是可能你们越往后走 越往后走 或者再经过几年的时间 你们就应该回过头来 再看这几期的时候 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 这几期对你们来讲 对这种环境的这种判断 对你们来讲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一定要有这种大局观 第六点 我们去分享一下 就是商业感觉 一个创业者想要成功 他对商业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什么是商业感觉 就是你对商业机会的快速反应 举一个例子 当时潘石屹还有王公权 还有弗仑 他们是在海南做房地产开发 后来潘石屹来 来北京出差 他当时就可能在吃饭的时候 再听到旁边说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有一个国家的这种指标 有个项目可以去做 但是其他人可能就都不想去做 觉得这个太超前了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成或不成 但是当时他跟王公权分轮 他们就商量 然后把这个项目就一定要把它拿下 后来融资融了八个亿 所以他们海南的那块去房地产泡沫 踏了之后 他们在北京这块又起来了 所以这是潘石屹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一言八译 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对商业这种感觉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他能发现人家发现不了的机会 所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没有机会的 或者是做不了的 但是他发现了 而且他也敢去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业者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吧 但这个可能有天生的一部分 在后天那我们怎么去训练 我们自己的这种商业感觉 你可以去看看其他行业的 或者是你自己行业的 或者看人家做的 我们做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去思考 如果说是你来做 你觉得能做成什么样 或者是人们都在抱怨的时候 你去想一想 这中间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机会 你不断的不断的去训练自己 去让自己去思考 那你对商业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商业敏感度 就会越来越强 第七 创业者需要有自我反省的这种能力 因为只有自我反省 你才能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不管是输赢 我们都得去反复的这种复盘 输我们到底是输在哪里 好 我们把原因去找掉 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去解决 那下一次 我们成功的几率就能再高一点 如果说是赢 我们也要去复盘 我们到底赢在哪 我们是赢在运气 还是赢在管理 还是赢在其他方面 那我们把赢的这个东西提炼出来之后 我们后边还可不可以再用 可不可以再去复制 那你的竞争力就能再向上去走 所以输或者赢 我们应该要有自我反省的这种能力 这也代表了你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 也给了你们更多的这种未来的可能性 第八 是我自己以前的一个座右铭也好 一个签名也好 八个字 心怀梦想 脚踏实地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远大的这种目标 要有我们自己的理想 并且知道我们通往我们自己理想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接着让我们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去努力 把我们的梦想一步步踩平了 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的现实 好 以上八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创业的几个观点 还有一点的话 也是我参加完黑马会之后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因为现在像其他行业 我们都有这样的组织 可以让我们去交流 包括可能就是我们互相去学习 互相去进步 但是我们自己圈子呢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自己都是自己苦苦看 有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可以找谁去解决 也没有这样的交流机会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互相去进步 好像都是没有 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 因为创业不容易 在我们自己这个圈子 hiphop圈 街舞圈 做工作室这些 其实更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在以后 我们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一起去交流 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进步 最后我们一起成功 好 我们skytalk还想帮大家去做一个 搬一搬的宣传计划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工作室 可能它需要有这种宣传的渠道 就前段时间我们的小编怪童也有收到一些私信 就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去做一些宣传 包括工作室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推出这么一个半一半的这种宣传计划 就如果你是中小工作室 你又想有宣传的这种需求 你可以把你们自己的包括文字图片 视频的这种资料 整理好 发给我们的怪童 联系方式 发给他之后 他整理好之后 他会在我们的skytalk的微信 跟微博的这种平台 我们每天会推出两家到三家的这种工作室 来帮你们去做免费的这种宣传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们 帮助大家能去做更多一点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skytalk的目的 所以OK资料给怪童吧 加油 最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创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它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风光 需要很多的条件 但是我觉得创业者的这种快乐 只有我们自己能去懂 做着我们自己的事情 去追求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 虽然可能真的是很苦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痛并快乐着 感谢关注skytalk 我们下周见 然后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